110全大運運率體操賽程來到最後一天 今年首次參加全大運的劉明飛表現不俗 昨日跟拿下個人全能鷹派 今天又在個人單向黃河帶兩上競賽中 分別以16.35及16.05分拿下銅牌 因為就是我已經很多年因為就是健康問題 一直沒有一個就是好的表現 就是可以讓自己滿意 然後我這一次就是也算是做了很多準備吧 然後想要有一個突破這樣 這個過程中就是很多很多人都在幫我 對 然後很感謝他們 黑蝴蝶張宇珊時隔一年再度挑戰個人單向競賽 此次他除了提高技術難度之外 也在表演心境上下足功夫 以享受舞台的心態完成比賽演出 最終抱回榜和球兩面銅牌 就是我覺得有比昨天全能的時候來得好 比較重要的是那個心態的調整 就是在心態的部分其實調整了滿久 所以今天可以跳這樣子 然後是我還算滿開心的去跳整套 能給我這個心情我很開心 今年台體大在韻律體操賽場上 總計收穫一英四同的佳績 教練吳修廷認為 每位選手都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希望選手們能夠藉由此次比賽 吸取養分 累積經驗 成就更好的自己 記者 林宇成 吳若瑜 新北報導 過日快iert 低調 高格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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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格ony 稍お岑 感谢观看